海鲜老板的转变 过这家餐厅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品尝罢了 哦 那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了 我俩今天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的 两位先生有预定位置吗 不好意思哦 我们没有预定的 那真是对不起了 现在已经没有空位置了 这么大的餐厅竟然没有空的位置了 真是不可思议 这么早就满座了 是的 真是对不起哦 看来我和这家餐厅没有缘分啊 既然没有位置了 那我们就离开这里吧 哈哈哈哈 没关系的 这家大餐厅的林老板是我的老朋友 原本我不想麻烦他的 看来现在不麻烦他是不行了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他会给我们安排位置的 林老板听到是老朋友 来到自己的餐厅里 很快就安排一个房间来招待 并且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老王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既然来我的餐厅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真是太静外了 哈哈哈哈 我这原本是不打算给你添麻烦的 可是哪里知道你这里的生意这么好 时间这么早就没有位置了 哈哈哈哈 真的是生意兴隆的 哈哈哈哈 这都是要谢谢大家的捧场 刘哥 你知道吗 林老板的成功史在我们这里 可是家喻户晓的励志故事呢 哦 是吗 那林老板一定要说来听听 让我学习学习的 其实也没什么了 我小时候家里穷 经常吃不上一顿饱饭 那时候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努力赚钱致富 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所以从小我就开始捕鱼 卖鱼 有了点资金后就开了家鱼粥铺 谁知道我的小店铺越开越大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规模了 哦 林老板 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竟然将一家鱼粥铺 开成了这么大的餐厅 而且 这餐厅还开得这么成功 我想 像你这样的人 不管做什么 都会非常成功吧 我想 没有人会做任何事情 都成功吧 真是没想到啊 林老板餐厅的饭菜 真的非常棒 非常好吃的 能把一家餐厅 开得如此风生水起 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是啊 林老板经商是非常成功 但在处理家事上 可是非常失败 哦 难怪我在说 他做什么事情 都会非常成功时 他的表情变了一下 脸色也沉下去的 林老板经常对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 钱越赚越多 但是脾气也越来越大 身体也越来越差 他的儿子也越来越不成器 整天游手好闲 而且还爱上了祖国 别看林老板风风光光的 他心里烦恼可多着呢 哦 难怪我见他一提起家庭 就显得忧心忡忡忡的样子 啊 原来 是这个原因啊 如果说 追求金钱带来的快乐 是林老板最初的方向 那创业成功后的他 却陷入了巨大的迷茫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持久的幸福呢 老林啊 最近你的情绪可是越来越差呀 看上去像是有无尽的烦恼似的 哎 老金你说的没错 我真的有数不清的烦恼 身体越来越差 我儿子又不争气 现在唯一能让我感到欣慰的 就是餐厅的生意还说的过去 老林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些烦恼的根源 就是你的餐厅生意呀 你那海鲜生意越好 你的烦恼也就会越多 我 你是说我赚的钱越多 烦恼也就越多 不 幸福和金钱并不是成反比的 只是杀生换来的钱 怎么能花得舒服快乐呢 过去也有人给我说过这件事情 说我从事的这是杀生的行业 如果不及时悔改的话 可是会遭到报应的 难道我现在是遭受到了报应吗 是啊 老林 你这辈子杀的鱼虾太多了 我劝你还是趁早改行吧 几天后 林老板和家人 开着游艇出海去玩 他的儿子在甲板上垂钓 准备用钓上来的鱼 当作午饭 跑出这条鱼 跑出这么远来就为了钓鱼啊 这有什么好玩的啊 儿子 我也好久没下厨房了 我也好久没下厨房了 想想过去 我们那时候不管有多忙我都会做饭给你吃 而你也最喜欢吃我做的饭菜 你做的鱼是最好吃的 人家都说我们开的海鲜餐厅里的鱼是人间美味 但是我却觉得没有人做的鱼能比得过你的手艺 你的嘴巴可真甜啊 那我现在就再做一次鱼给你吃 儿子 快把你钓到的鱼拿过来 这条海鲫鱼好大 是啊 这可是我钓上来的 是吗 我儿子钓鱼 太太下厨 我自然也不能闲着 这条鱼就由我来宰杀吧 当林老板 剖开大鱼肚子的时候 众人都惊呆了 数十只小鱼仔 从大鱼的肚子里 一只只地滑落出来 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这条大鱼原来已经代产了 这些小鱼真是太可怜了 它们应该还能活 我们快将它们放回到大海里去 对 我们快将这些小鱼放回到大海里 啊 它们都死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它们真是太可怜了 是啊 它们真是太可怜了 为什么今天看到这个情景 我的胸口 我的胸口像是被石头压住了一样 有窒息的感觉呢 从那天起 林老板每次去餐厅 遇到厨师用刀拍打鱼头 而鱼儿死命挣扎的时候 心里就莫名地难受 这种原本是司空见惯的情景 他再也无法直视 只能逃避不看 也就是从那天起 他心里暗暗萌生了 关掉餐厅的念头 老金 你说的没错 用杀生换来的钱 怎么能花得开心呢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天我见到餐厅里 宰杀那些生灵 就会感到凶悶难受吗 老林 恭喜你啊 你终于觉悟了 能够明白 世间万物生灵 本是应该平等对待的真谛了 老林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 把我的海鲜餐厅 改成一家素食店 老林 这个主意很好 我支持你 谢谢你 老金 然而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林老板这次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型 甚至 就连他的员工 也认为老板疯了 这家海鲜餐厅的生意 不是一直很好吗 怎么变成佛心素食馆了 可不是吗 大家都说 这家店的老板 是个很难想象的疯子 好好的海鲜餐厅不开了 却突发奇想 要开一个素食店 真是让人想不通 老板究竟在想什么 听说这次 为了将这家店改成素食店 他可是投资了不少钱呢 素菜可都是一些低消费的菜品 我们老板 把海鲜餐厅改成素菜馆 哪里能赚到钱啊 大家过来尝尝我亲手做的素菜 老板 这些菜都是素菜吗 是啊 很多人认为素菜不够高档 所以我就做了这几道菜 给你们尝尝看 哇 素菜的味道 竟然也会这么好吃 小华 你也可以尝一下 好的 我也吃吃看 你觉得素菜的味道怎么样啊 哇 真的很好吃啊 是我以前的观念有错误 现在吃起来 真的让我非常改观啊 我以后也要多多吃素的 哈哈 美美的 这不只是素食的味道 更是林老板 做素菜馆后的心境 他的那些员工 也开始习惯素食 那几位过去一直杀生的厨师 自从改做素菜后 身体上的一些小疾病 竟然也不药而育 自然好了 而林老板的家庭 也越来越和睦 儿子竟然戒掉了赌博 开始接受素食馆的生意 以前杀动物的时候 不会心软 就像筷子手一样 很暴躁 现在每天都研究素菜 面对五谷仙淑 感觉很清新 心里也清静了很多 现在和过去 我感觉自己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杀生和吃素 真是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啊 不得感觉自己 第一个世界啊 我感觉自己 就像是一样的一样的 我感觉自己 感觉自己 就像是一样的